艾菲尔老师 我们就来观察哪些星座的人 容易改善自己的缺点 他们办法走向成功啦 我要请大家参考你的太阳 以及上升星座 那么有上榜的朋友呢 不管你的个性上面 或是外表上面 还是说你的企图心上面 的种种缺点 都如果能够适度改变的话 都能够一定迈向成功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名的朋友 如果太阳上升是这个星座的话 母羊座 你要改变什么缺点迈向成功呢 我们今天有来宾是 明川老师是母羊座 来 母羊座要从游泳无谋 改变以后到游泳有谋 其实对所有的母羊座朋友来讲 他们做任何事情来讲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优点 其实是一个冲动以及积极性 但是过度的冲动以及积极性 就导致他们可能做的事情 没有计划或没有思考 或者是说你在做任何事情之前 没有这个顾及到一些后果 那么母羊座经过一些事情 或者社会历练以后 你吃了一些亏 或者吃了一些冲动 所造成的一些后果之后 你会反思 你会发现说 如果我要像别人一样那么成功 像别人一样 受到欢迎的话 我要适度的修正自己 所以从一个有勇无谋的母羊座 慢慢发展成有智慧 有判断 跟有计划 做任何事情以后 就能够做到有勇有谋 那么做任何事情 想要成为成功的人 有勇气 而且有谋略 做任何事情就不会为自己 制造更多的麻烦 这是母羊座的部分 再来我们看一下第二个星座朋友 太阳上升如果是这个星座的话 他们也能够改变自己的缺点 迈向成功 是水瓶座 我们两个都是水瓶座 是我们今天有两位来宾 是水瓶座 我们来看一下水瓶座要改变什么缺点 而迈向什么成功 水瓶座的人呢 他要从一个屡战屡败 道到屡败屡战 这个状态怎么说 因为我们那个 比如说有这个水瓶座的人 他是充满了理想性的人 但是你有很高的理想 你也要考虑到一些社会现实 或者说你实际的一个身体的状况 或者说你的这个能力 那么水瓶座来讲 他呢很愿意接受挑战 而且很有梦想性 比如说他可能想要去演戏 人家说可能你的状态 可能没有办法演到小姐 你可能要先从奴婢开始演 但是水瓶座觉得他们有梦想 他觉得说没关系 我从奴婢开始演 但是最后我还是能够成为主角 就是从到一个屡战屡败 被人家打枪或被人家否决 但是你慢慢演了以后 你变成戏精了 你的能力 态度跟你的这种特色表现出来以后 慢慢就变成一个屡败屡战 就是说你不会服输 那个水瓶座呢就有这个优点跟特色 那水瓶座的名人呢 我们在座呢有这个两位来宾 还有我们吴美玲老师 那如果以历史名人来讲 雷根总统他就是水瓶座的 比如说从一个这个演 这个戏剧演员 然后成为一个总统的一个当选人 也获得很好的好评 这就是一个从一个屡战屡败 但是呢得到了屡败屡战 就不服输的一个态度 再来看看第一名的朋友太阳上升 如果是这个星座的话 也是能够从 摩羯座的朋友 我们的佩依姐有上升是摩羯 来看看摩羯座能够迈向自己的成功的原因是因为 他从不被看好到坚持到底而获得成功 其实摩羯座是一个不服输的星座 你要想要成功 你就要内心里面 你就要有一个骨气 就要有一个态度 就要有不服输的一个特质 就算你年轻的时候被人家打压 人家说嫌你穷 或嫌你长得不好看 或嫌你觉得读书不好 但是呢从一个不被看好的一个状况 你坚持到底最后 那即使你以前年轻长得好看的 或以前读书好的 或以前他家世好的 现在也不如你 因为摩羯座 他就是有一份特质 迈向成功的一个优点 就是说他们能够坚持到底 那么有上榜的朋友呢 牡羊座水平座以及摩羯座 他们都能够适度的改变自己的缺点 而迈向最后的人生成功